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单 好的 不用了 宋董 这衣服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而且 而且你看这块也不是纯手工的 要不我看算了吧 听见了吗 人家说了不是纯手工的 不喜欢 宋老板 你这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吧 真是热脸贴了冷屁股 佳思 你的嘴巴怎么跟你妈一样 都不饶人 好了好了 都别闹了 赶紧回去吧 你刚刚结婚 守着丈夫比较好 万一他出来偷吃的 你就后悔不及了 我才不担心我老公呢 不过也不一定了 现在这些女人呢 见到有钱的男人就往上踢 你说是不是 你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网上那个勾引我们家 潘景昊的狐狸精是不是 是不是你 不是 你弄错人了 我 我不认识什么景昊 叫景昊 你还说我不承认 好你狐狸精 还真认识你 佳思 你别血口喷人啊 宋老板 你女朋友当别是小三了 你还护着她 我给你翻照片 是 你看看 是不是你 你看是不是她 还不承认 真是不见关才不掉泪 佳思啊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其实 你家的好老公 潘景昊 老是纠缠着萧綦 只是萧綦 不愿意搭理她而已 你胡说 我胡不胡说 你回去问问你的好老公就知道了 佳思啊 我是不想骗你 才把真相告诉你的 宋老板 我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倒是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小心遇人不输啊 怎么不说话了 宋董 你刚才为什么要那么说 怎么了生气了 我刚才啊 只不过想帮你出口气而已 你上午 被赵桓英骂了 下午又被他女儿骂了 你跟他们母女俩好像有仇似的 我又不认识他们 可能是巧合吧 要我说呀 不只是巧合 我 我是说他们母女俩就那个德行 见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不管对方是谁 一定要得到 一定要跟人抢 好 小吉啊 既然你来我公司上班了 也是我宋佑琪的人了 你要遇到什么事情 尽管开口跟我说 你别误会 我只是不喜欢我的人被人欺负而已 谢谢宋董照顾 对了 下午你不用回公司了 你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你还要见赵桓英呢 你家住哪儿 还是你去别的地方 我送你过去 不用了宋董 你就在前面把我放下吧 我想自己散散步再回去 谢谢宋董 好了 那我就不陪你了 好 别忘了 把衣服拿上 明天必须要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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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图月 你下班了吗 还没呢 怎么了 我好像被记者给跟踪了 一直追着又不放呢 还不是因为那个犯情好 真是的 被他撞了也就算了 还被人拍了照片放网上 真是太倒霉了 太刺激了吧 我这辈子都没被记者追过 你傻吧 我不放心我妈 你赶紧过去帮我照顾一下我妈 拜托你了 我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甩掉她呢 哦 喂 喂 喂 是我 我 你不是记者吗 我是记者呀 但是 我就想请你吃个饭 吃饭 你请我吃饭 用得着追这么远吗 吃饭有先拍照的吗 就是看你长得漂亮呗 咱们去吃个饭呗 吃饭了 我现在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了 我小时候再来吃饭 我可以吃饭了 我可以吃饭了 我不行了 我可以吃饭了 咱们去吃饭了 你会吃饭了 我可以吃饭了 好多了 我可以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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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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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干吗 你不是要诱惑我吗 你来吧 来什么 来脱我衣服啊 来什么 脱你衣服干吗 我有事要问你 你这是要闹哪样吗 我现在有三个问题要问你 你最好如实回答 什么问题啊 第一 你之前的脚到底是怎么弄伤的 这事我都跟你说了一万遍了 结婚那天 婚车 把一个女孩给撞了 我要去扶她 她死活都不肯 扯来扯去的 就把我脚砸伤了 你慎重回答 你要不信可以问司机去啊 第二 你帮她扶撤她为什么不让 是不是你纠缠人家 我怎么知道啊 我干吗纠缠她 我都不认识她 第三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离家出走 再也不回来了 你神经病啊你 我刚才跟你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 我一句都没有骗你 我都听孙又齐说了 那个女人叫肖琪 是孙又齐的女朋友 是你一直纠缠人家 她叫肖琪 什么孙又齐 她是孙又齐女朋友啊 你那么关心她干吗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果然对她有意思 喂 佳森 你干吗呀 既然我没有她魅力大 那你修正她好了 不要让她生我 佳森 听听词 这样 请 about一分icus 好 宋董 和藤准备好了 看一下吧 小琪回来没有 让她过来一下 不是要急着把文件 送到赵幻英那里吗 这次不用你去了 让萧綦过去就行了 真是用了新人 去换了旧人啊 你吃什么醋啊 你没感觉到吗 萧綦去找赵幻英 不 去找她的老爸汤振坤 这就是好戏啊 那么早就开始揭开灭纱了 这场戏 就像那句什么话来着 道指的甘蔗 见家境 你先稍等一下 赵总马上下来 嗯 我签了还不行吗 那 你不要签了 你签了咱们就没有办法了 好 赵总 这不宋董让我父亲请罪来了吗 我给您带了一份礼物 也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也算是我的歉意了 您大人有大量吗 没事 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 合同带来了吗 带来了 不要开门 都不要开门 不许开门 诶 加斯 干嘛这么激动 妈 几后来了 哦 刘姐开门 妈 别耍孩子脾气 妈 原来你在啊 我今天不舒服 没去公司 不舒服 那有没有去看医生啊 没事 不用看医生 过来坐呀 怎么是你啊 你好 好几个头啊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我最讨厌的两个人 全聚在我们家里吧 真是够倒霉的 加斯 不要无力 这是妈请来的客人 妈 你知不知道她是谁啊 就是这个女人 她是潘几浩的老情人 潘几浩 是不是 到底怎么回事啊 潘小姐 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其实我和潘先生 并没有那么熟的 是啊 加斯 正好她在这儿 咱们今天把话讲清楚了 你们少在这儿演戏了 昨天宋又齐 不是说她一直纠缠你吗 你不是默认了吗 怎么 今天就改口说是误会了 潘小姐 宋董也就这么一说 你还真信啊 他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 其实我和潘先生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就说嘛 根本不是说那样的 加斯 不要无疑 赶紧给人家道歉 对不起啊 赵总 可能我和恋爱之间有一些误会 你可千万别责怪她啊 没事 你别理她 她就小孩子脾气 给惯她 少来 你们就别在这儿演戏了 都给我滚 滚住我家 我看你们两人就来戏 刚机会没几天 你们这是怎么了 你们年轻人要吵架上楼去吵 我待会儿还要跟客人在这儿谈事情 我骗不上去 有什么事在这儿说清楚 加斯 昨天晚上是我不对 我给你道歉 我保证以后不回来 好了 好了 景浩都给你道歉了 你们两个上楼去 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就这样 这样就算了 妈 你没看见他昨天怎么凶我呢 那你还想怎么样 我要他跪下来给我承认错误 并且保证 再也不用看着女人一眼 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过分了啊 快上去 不好意思啊 是你几下了 年轻人 先生 是你啊 你啊 不 你开门呢 佳斯 佳斯 开门呢 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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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呢 一会儿好好说嘛 佳斯 佳斯 霍音 来了 你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看医生 没事的 不用看医生 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爸爸 爸爸 我跟你说我多少次了 这公司的事你别管 操能心干嘛 都五十多岁的人了 做事还慌慌张张的 有人在呢 这不是关心你吗 真是 你好 你好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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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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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爸爸 妹妹 正坤 妹妹 求你了 你是我女儿 正坤 正坤 干嘛呢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啊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啊 是吗 我大众里好多人都这么说呢 你家住哪儿啊 你爸是干嘛的 哪有这样问人家话的 查户口啊 我爸就一普通工人 原来呢 在他们厂里的小区住 这两年才刚刚搬出来的 您别说 您这一说我还真觉得您跟我爸长得有几分相似 不过我爸可没有您这么有实力 不然的话我也用不着打工了 是吗 在想什么呢 那个丑八怪 哪有人家漂亮 说什么呢真是 对了 警号来了吗 我在门口看见他的车 在啊 在楼上呢 家思把他关在门外了 这孩子 真不懂事啊 干什么呀 又知道是家思的错 家思让他骂了一顿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跟他回家呀 那下回呢 你就别管他们了 这回呀 就让家思为难他一下吧 来 比戒我 给 那周总 我就打扰了 我先回去交差了 嗯 慢走啊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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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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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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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孜佑琴 大剑声 孜佑琴 王我擒 孜佑琴 大剑声 孜佑琴 王我擒 孜佑琴 大剑声 � yeah fill 孜佑琴 王我擒 孜佑琴 大剑声 孜佑琴 王我擒 孜佑琴 大剑声 孜佑琴 王我擒 孜佑琴 大剑声 蔚唯琶啊 这公司楼底下怎么回事啊 咱们公司有一个房产 办不了房产证 所以那些业主就过来闹事了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生活还没有到 没想到他们还在这儿乱闯 那我这会儿怎么进去啊 不好意思啊小姐 我现在开会呢 先去一起聚一下 王国弦 大街上 王国弦 大街上 宋游戏 王国弦 宋游戏 大街上 没事吧 宋游戏 你没事吧 过来给我看看 宋游戏 大街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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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游戏 你没事吧 让我看看 留没留血 要不去医院呢 没事 没事 宋游戏 大街上 干吗呀 你个大男人还怕血啊 放心吧 我可没有你老婆那么娇气啊 我不是怕血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这种玩笑 我是担心你嘛 再说 如果你真损我的 让你心里舒服一点的话 那你就损吧 你可真舍己为人哪 看不出来嘛 你还是个大好人 舍己为人 要看对谁啊 别人我才不呢 我一天之内帮你两次 你说 是不是我们之间的缘分 我在这见你的一天里面 倒了两次美 这种缘分 我开始算了吧 嘴巴还是那么厉害啊 我看不是所有男人 都有勇气娶你吧 我看不是所有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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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勇气娶你吧 我看不是所有男人 都有勇气娶你吧 谢谢啊 谢谢就完了 怎么说你得答应 继续让我请你吃饭吧 有机会再说吧 我现在还弄不清楚 我们公司到底怎么回事呢 所以啊 你快给我留电话 好让我能找到你 哎 该不会是交友热线的假电话吧 哎呦 你以为我是你啊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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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诚意的话 给我留个电话吧 哎呀 喂 蔚蓝 喂 在干嘛 没事 正准备睡了 对了 我今天听同事说 你脸受伤了 不会召唤英雅的吧 哎呀 不是啦 是在公司门口 让一个记者给撞的 哦 对了 今天怎么这么乱啊 习惯了就好啊 他们还说 今天有一个男的送你上班了 你不告诉我是谁 哎呀 不是啦 哪有啊 那是潘锦昊 汤家司的老公 这不是我去汤家吗 所以说 他就顺路送送我 你说的是那个潘锦昊吧 你干嘛这么激动啊 你看上他了 当然啊 哪个女人不喜欢啊 人长得又帅又有钱 人也好 嗯 只可惜啊 用那个汤家司给抢了 你说啊 这同样都是女人 人家的命怎么那么好啊 什么命好啊 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择手段 当然什么都能得到了 我要是你啊 就把汤家司的老公给抢过来 谁让他妈当年抢了你老板 这么多年以后 你抢了他女儿的老公 多少啊 妈 你知道他是谁啊 就是这个女人 他是外套的老新人 喂 喂 喂 还在听吗 哦 在听呢 怎么了 累了 累了 好吧 那改天再聊 好啊 今天确实有点累了 那我先睡了 晚安 他估计 还在思考 这就好 我还会再给他家把活的 喂 家司 你在哪儿呢 你怎么还不来呀 你再不来我走了 我就回去了 妈你别走啊 我正在开车呢 马上就到了 不着急不着急 慢慢来啊 小心点 赵欢英 妈 你这个害人精神 你这个杀人凶手 大家过来看哪 过来看 妈都说了 这衣服太高了 大家过来看哪 过来看 你干什么 就是这个女人 她派人强拆了我家的房子 害得我老婆 女儿 跳楼厮杀了 出什么事了吗 妈 妈 我看到我一朋友 妈 你过来 来 小心 妈 你先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跟朋友打个招呼 立马就过来 行 你胡说什么呀 那是你们自己家愿意拆迁的 关我什么事 那是我 眼睛瞎了 被你们骗了 你们这帮骗子 害得我家破人亡 我今天跟你同归于尽 你别来说谁骗你啊 你不能走 谁骗你啊 那是你们家自己愿意的 老先生 你不能走 你什么人 没事 放开你 放开我 冷静点 放开我 你是不是和赵魂英有仇 跟我走 我能帮你 坐这儿聊吧 你手怎么了 在工地干活 不小心受伤了 你和赵魂英有什么仇 这个女人 她强拆了我的房子 我老婆本来就不同意 可她说 拆了房子给我二十万 结果房子拆了 只给了一半 为这事 我老婆被逼疯了 结果有一天 她抱着女儿 一起跳楼了 小姐 你到底是谁啊 我跟你一样 是一个被赵魂英 害得很惨的人 你这么跟她纠缠下去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要不这样吧 我们两个人联手 说不定 能把你要回去 给我留一个 你的联系方式吧 你好好考虑一下 考虑好了 给我打电话 好好考虑 电话联系 你好 请问一下 有没有看到 刚刚站在这儿的老太太啊 没有 谢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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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没事吧 我我 我疯了 你没事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您没事吧 好 重的哪儿没有啊 没事没事啊 是我自己眼睛不好 总 不知道怎么走到路上来了 您 您看不见的吗 阿姨 这样吧 我带您去医院好吗 我带您去看看 包心点 没事 没事 真没事 来看看去吧 你真的没事啊 没事 那这样 这个 阿姨 我给你一张名片 上面有我妈的电话 不管有什么事 你打这个电话 不管多少量费 我们都出 好吗 你拿着 真的不用 不行 要的 你拿着 你拿着 你真的没事 没事 你好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 主持拐账的老太太啊 哦 好像在那边 哦 谢谢 没事吧 没事啊 那我走了 妈 走吧 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萧綦啊 没事 妈 没事 你别跑 是你 怎么又是你啊 这是冤家路窄 你撞了人都没看见吗 还想跑 她自己说她没事的 再说了 我道过歉了 道半天歉了 只不过你没看见 自己是瞎子 别到处乱跑啊 你说什么 你再给我说一遍 我说她是瞎子 别到处乱跑 她是瞎子 你不知道吗 你 你还想打我 好好好 我明白了 你们俩是一起的 你们穿通起来挪我的钱 在婚礼上找我老婆的麻烦也就算了 现在又穿通过消息来讹我 你想就想疯了吧 想要多少钱 我给你 你说啊 你妈没有教育好你 姐姐我替你妈妈好好教训你 小琪 你给我过来 妈 你没事吧 妈没事 走 我们回家 哎呀 走 妈 就比你还想够用我们家几号 真是异想天开 妈 都是妈不好 小琪 妈 妈没事啊 是妈自己不小心 妈 她可是赵欢音的女儿 妈 是她 妈 今天本来说要陪你好好逛逛街 结果又撞见她们一家 真是有我母也差 这种恶人活在世上 只会祸害人 我们不能永远被他们欺辱啊 萧綦啊 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回来 就是不想让你再看到这家人 你从小就想复仇 我担心你 控制不住自己心中复仇的欲念 我们不能以恶之恶 你必须答应妈妈 你不能向他们复仇 我说妈 你总以为活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有善良 就能够活得很好 事实证明这是错的 别人可以为恶 我必须为善 这就是妈做人的底线 既然你跟妈姓萧 你必须坚守萧家的底线 你再听妈说话吗 好 知道了 喂 老芬吗 老芬吗 我想约你明天见个面 萧小姐 昨天你在电话里说的照片 是什么照片 这不是汤振昆吗 这旁边的女人 孩子是谁 老孙 别问那么多了 把这个拿给赵欢英看 拿回你应得的 其他的事 我也请你不要声张 我只是想帮你 不想惹麻烦 萧小姐 你确定赵欢英看到照片 就会出来见我 以我对赵欢英的了解 他绝对不会 让自己的把柄落在别人手上 所以他一定会出来见你 难道他就不怕我会对他下手 把他干掉 上次 我真想宰了他 老孙 你要的只是拿回你应有的东西 并不是向他索命 这也是我帮你的原因 答应我 只是拿回你应有的钱 千万不要惹事 小小姐 二十万哪 你确定 他会给我吗 二十万对于你来说 可能是整个世界 对于他来说 只是一个算术题 你记住 你这不是在向他乞讨 你是在拿回你应得的钱 该说的我都说了 剩下这出戏该怎么演 就看你自己的了 好 好 小琪跟谁说话呢 怎么鬼鬼祟祟的 宋总 你的这位女职员 这是要跟他唱哪出戏呀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桃花节 宋总高明 我可等着看好戏了 好 孙志华终于和萧綦接不上了 我说宋董啊 您这日又下的是奶盘棋啊 真是天助我爷啊 孙志华和萧綦终于结上伙了 萧綦请假陪他妈逛国广 凑巧国广的王祖告诉我 当天赵幻英也要陪他女儿去 我让赵幻英的仇人 孙志华前去滋事 而且一定要当着萧綦的面 我料定萧綦他肯定会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 来诚挚这回应 我接下来要找孙志华好好的和计和计 我一定要把这场战火烧得更旺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宋董真是高 一会儿我再去找孙志华 看看后面的气怎么下 这么多记者都是你请来的 嗯 是啊 我只想把开盘弄得动静大一点 对楼盘销售有好处 喂 小姐 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呢 嗯 没有 我有点事想请你帮个忙 你有空吗 我们俩见个面吧 见了面聊 呃 现在吗 怎么了 你不方便吗 方便方便方便 你等我啊 好 拜拜